我們繼續跟聯合報的資深軍事記者陳佳文來討論 剛剛川普總統才宣布已經批准了F-16V的銷售給台灣 佳文 我們現在如果是應該已經很確定了 如果是這一筆軍售案通過的話 大概它的時程會是怎麼樣 什麼時候可以交給我們第一批 然後什麼時候可以整個交完 我們剛才雖然提到說立法院今年審這個會非常的趕 但是我想最慘最慘情況明年初就是 甚至下一屆立法院的一開始 總是會把這個預算給處理掉了 所以它的基本上預算應該還是會從民國109年度 2020年開始編列 目前聽到就是政府內部的說法 就是預估它的預算的結束 就是說等到所有的飛機全部交機大概要在2027年 那我方是希望說能夠提早一點到2026年 所以這個時間大概就是從2020開始到2026或2027 所以大概要花到7年到8年的時間 那什麼時候開始交機 我想如果以目前以往的這種軍售案的例子 就是美國賣給各國的軍售案的戰鬥機的例子 我們這樣來統計的話 可能快的話2023年晚的話2024年應該會開始交機 你剛剛有提到這個它的雷達是一個特點 你也提到說這一次它裝備的引擎 它的推力比上一批就是我們收到的 現有的 現有的是要大的 對 能不能講一下它現在這個特點 會讓它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說對飛機來說 因為飛機在空中飛 飛機其實是比空氣來的重 所以它必須要靠引擎推動它往前跑 然後有速度 所以才有翅膀才會產生生力 所以換句話說推力越大的話 其實這架飛機它可以允許的重量就會越大 就是它可以載更多的東西起飛 所以換句話來說 就是同樣的F-16V 包括先前140架改良來的 跟新購的66架 那這兩批飛機的雷達是一樣的 基本上它們的大腦是近乎相同的 我不敢說一點細節都沒有 但是基本上是你可以視同它是一樣的 但是兩邊的這種在這個 四肢發達的程度上會有一些差別 就是新的這一批它可以載更多的重量 所以這些重量可以代表它可以載更多的油 或者更多的蛋 所以我想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剛剛在那個模型上面 這模型是這次在這個台北國防工業展展出的模型上 會看到這一批新的F-16 它在機背上是駝背的 它基本上有兩個突起來的兩個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它的翅膀的旁邊 它的機背的上面有兩個這種叫做式型油箱 就是說它其實是油箱 這兩塊是有裡面裝的是燃油 那它的形狀盡量的把它做成流線型 所以它的阻力可以比掛在機翼底下的那種油箱要來的小 所以它可以帶兩個這麼大的油箱 當然就代表說它的航程就會變長 而且它就省掉了掛機翼下面的油箱的話 就代表機翼下那個位置可以用來掛其他的飛彈或者其他的炸彈 那反過來說對於原來的F-16來說 能不能掛呢 理論上沒有不可以 可是就是它本身的載重量就比較小 你先掛這兩個油箱下去 你就把它的可能大部分的載重量都已經吃掉了 所以它剩下可能也帶不了什麼東西 所以對於現在的現有這批F-16來說 它經過了F-16V改良以後 外型上跟原來我們根本看不出有差別 但是新的這一批 未來要進來的這一批F-16的話 它在外型上大概最大差別就是會出現這種 機背上的兩個大駝背 那意思就是說新的F-16V 它能夠在空中滯留的時間也會比原來的要長 是 你剛剛也提到目前我們有的比較舊型的F-16AB 要把它升級成F-16V大概有142架 對 那它在改能夠完全的跟現在我們進來的F-16V 能夠性能就跟它一樣嗎 就你剛剛有提到沒有油箱 副油箱是一個對不對 那另外其他都是完全一樣還是說這裡面是有一些差別的 包括引擎 可能兩個就不一樣 我剛才說就是說大腦一樣四肢不同 對 比如說引擎現在新的F-16V 它會到29,400磅的推力 原來的大概是23,800磅 所以增加了5000多磅快6000磅的推力 這個的話是對它的速度對於它爬升的能力都有影響 主要其實是在於載重 主要是在於載重 對 OK 那我們現在在做這個整個F-16V的升級 升級的現在目前它的整個速度怎麼樣了 好像才前的時候的演習才剛剛做了第一架是不是 現在至少去年應該就已經有第一批號稱就有四架 今年好像號稱說要有24架要完成 但是有一些風聲 雖然軍方還不承認就是說這個進度好像有一些延宕 但是這個事情目前為止都還沒有辦法得到確實的證實 這一次我們新購的F-16V 據空軍司令部的宣布準備是把它整個成為一個新的聯隊 而且要把它部署在台中制航空軍基地 這樣子的考慮是怎麼樣的 第一個是因為台東的第七聯隊 它現在叫做第七訓練聯隊 它使用的是F-51戰鬥機 F-5就現在來說它是比較老舊的戰鬥機了 所以它其實已經基本上已經不接警戒任務 它現在主要是給這種新的飛行員做一個轉換訓練 你先練習這些做一些基本的戰鬥科目 你F-5飛出師了之後 然後再去分發到F-16經國號或者是換下三個主力戰機的部隊 那這些是從官校剛剛畢業 畢業先飛了螺旋槳 然後再飛了AT-3教練機 然後再來飛F-5戰鬥機 那可是未來的我們大家都會記得空軍有個案子叫做高級教練機 就是決定要國內自製的 高教機要同時取代掉AT-3跟F-5 就是以後這兩段訓練所謂的高級訓練跟部隊訓練 它會變成一個機種來進行 所以換句話說 就是以後這些事情可能都會挪到官校去做 因為AT-3現在就是在官校做 然後F-5在台東做 將來這可能會變成在用同一個機種來做 所以可能都會挪到鋼山的空軍官校去 所以那F-5也已經老到快要除役了 所以第七聯隊本來就是一個正好騰出來 或者說正好它就必須要換飛機的聯隊 所以呢 這時候新的F-16就替補進來 其實它就從第七訓練聯隊變回第七戰鬥聯隊 這是一個很合理的事情 那另外一方面的確就是純粹就台海空防來說 因為這幾年中共的戰機這種穿過巴士海峽 或者宮古海峽做遠海長航越來越普遍 所以台灣的前線跟後方已經沒有那麼明顯了 沒有那麼明顯就東部來看 東部的兩個基地一個是花蓮 花蓮已經有F-16 然後台東現在的話是比較老 比較戰力相對比較差的F-5 那這一塊其實台東是近年來 我們發現其實相對是一個弱點 就是除了我們我方現在這邊的飛機 比較戰力比較差之外 台東也是中共遠海長航的航線當中 其實離台灣最接近的地方 因為它這種繞飛的話 從上方如果從琉球群島 宮古海峽這邊過來的時候 其實離台灣比較遠 但是它下來轉回巴士海峽 或者從巴士海峽出來的時候 其實離蘭嶼沒有多遠 所以我方發現說 共軍如果在進行遠海長航 它如果有接近甚至是 闖入我方的防空識別區的例子 幾乎都發生在蘭嶼 這蘭嶼的東南方 就是我方防空識別區的東南角 其實現在變成一個 常常被老共的飛機超近路 或者意圖超近路的地方 所以換言之 東南方的空域是一個 我們相對需要加強的地方 所以你新的F-16就放在這裡 這是很合理的 而且這一批F-16 我們剛才提到說 因為它的推力大 所以它的載重量大 所以它可以掛大型的油箱 所以它的航程應該也會 比我們現有的幾種 主力戰機都來得長 所以即使它是被放在 後山的制航基地 但是即使如此 在台海當面真的有任務的時候 它也足以 一方面它往前面的話 它還是可以面對大陸這邊的威脅 二方面的話 它也可以守好 現在我們相對比較薄弱的後門 所以以前我們認為 空軍的前線最重要的 可能是新竹基地等等 現在可能要從另外一方面來思考 也許在東部的會更重要 其實應該說西部的機場 其實早在1980年代 90年代的時候 我們就考慮到說西部機場 在作戰的時候 很可能會被轟炸 對所以那時候就開始有 所謂的嘉山計畫 所以嘉山基地是最有名的 是它蓋了 它在花蓮機場旁邊 蓋了一個新跑道 另外庇了一條新跑道 然後在山裡面 挖了很多的洞窟 可以放飛機 那同樣的制航基地 制航基地是沒有另外蓋一個新跑道 但是制航基地同樣的 它也有一些 在旁邊山坡上的一些這種洞窟 它裡面也是可以放部分的飛機 所以它也是有一定程度的 讓飛機做掩蔽的能力 就是當年我們做出這些 這些設施的目標都是覺得說 一旦如果台海不幸開戰的話 那東部是大後方 那現在的話東部 某個角度來說還是後方 只是這個後方不像從前那麼高枕無憂 有一個事情我想請教 就是說大陸最近跟俄羅斯買了S400 防空飛彈 那大概能夠籠罩幾乎所有台灣的地方 唯一一個地方人家說台東 可能那邊是還不會被cover到 因為當然距離是一定cover到 但是因為地表的曲線等等這些東西 是不是有這樣的說法 就是S400的到底射程是不是400公里 其實這東西也不是完全肯定了 但是不能否認就是 對方有長程的防空飛彈 而台灣海峽其實就現在的軍事來看 它並沒有很寬的一個情況之下 的確會造成說我方的飛機 你可能起飛了之後 只是稍微拉高一點 出現在地平線上的時候 就有可能進入對方的獵殺範圍 那當然這種時候你離得越遠 當然這個安全的空域就會越高 就因為在對方看到的地平線之下 活動的機率就越大 那這個時候 台灣有一個好處的有中央山脈 所以中央山脈可以又幫我們擋掉一部分 所以你在中央山脈以東的話 這個安全空域的範圍就會 比在西部要來得更大一些 當然台東向相對來說 它是離大陸可能部署飛彈的地方最遠的 所以那邊會相對最安全 對 非常謝謝這個佳文 今天來跟我們談這個F16的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是二十幾年以來 最大的一筆軍售案 我們記得上一次的高性能戰績 還是在李登輝總統任內 1992年 那就可以想到說現在這個是有非常大的不一樣 對 今天非常謝謝佳文 也謝謝各位觀眾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謝謝